2024年1月1日起 北京取缔所有电动三轮车并禁止上路 视频显示在天安门广场 献雇俑者闯卡 遭多辆警车围堵 视频热传 网友热议 北京电三轮不让上路 北京大街小巷全是人力三轮车 赵兰健表示 这是治国理政还是专门以人民为敌 举国之力抓住穷人的三蹦子 骑行高手雇俑三蹦子 肯定被抓逮捕遭罪了 还得以撞坏警车为由罚很多钱 近年来 中共对电动车的整治运动也一轮轮展开 民间怨声载道 北京市民称现在大街上 到处都能看到这种人力三轮车的 你看这位还拖着一位 这骑的看着还挺快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电动三轮车和老年逮捕车不让上路了 那得出行都改成这种人力三轮了 您再看前面那一位 也是人力三轮 它这个三轮还挺大的 估计是附近做小生意的 这道处都有警察抓起电动三轮的 街上已经看不见了 以前菜市场门口 包括这个学校门口 很多老年逮捕车 其老年逮捕车为的就是接孩子 上下学方便 因为北京这边孩子放学早 大多都是老人去接孩子 他们开老年逮捕车去呢 也是接孩子方便 然后一早一晚还不冷 确实方便 现在随处可见人力三轮车 听说现在买这种车还挺贵的 以前这种车卖的少 现在据说是特别的火爆 以后大街上到处都是登人力三轮车的 这北京是不是有点回到解放前的感觉了 日前广东一网友发现自己购买的卖片 罐身上的贴纸写着原产地为中国台湾 但撕掉贴纸后 原产地一栏显示为台湾 有网友说 这个标签就是政治正确性的表现 卖片罐 玻璃心言二道零 有留言网友分享说 我以前在做国际贸易的货柜厂打工 当时打工仔就是把去中国货柜贴标 其他国家都是台湾 但是只有中国会贴中国台湾 当时我记得贴得很刻意 就是用白色贴纸贴而已 反正做个样子 你要不要随你 当时最大宗都是奶粉 一堆奶粉罐都要贴 台湾谈大陆的深刻感受 网络热传 他说 像我在大陆也住了五年 没有办法讲真话 然后大家都是伪装自己 然后没有办法去真切交到好朋友 他这个国家 是没有办法照正常的概念去跟他沟通 我觉得太累了 那五年下来 我也放弃了我的那个资产 以前人家说我还不相信 没那么差吧 可是你自己去了 你就会真的深刻感受 真的不是人住的地方 对连他们当地人都跟我们讲 说你们台湾人真的很幸福要珍惜 被受关注的2024年台湾大选 在当地时间1月13日 吸足了全球的注意力 除了大选结果外 还有一件事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了轰动 那就是台湾选举唱票过程的透明度 包括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拉马斯瓦米等人都对台湾的选举制度惊叹不已 网络视频显示 唱票者大声宣读每张选票投给了谁 并高举指示选票 让周围监督的人看清选票上的名字 同时有人在展示板上进行记录 这一切全部公开 选票上的结果被唱票者大声喊出并重复喊 然后在一张让外界都能看到的被贴在展示板上的纸上进行统计 任何人都可以观看拍照或录像 当投票箱空了时 工作人员会向公众展示投票箱确实是空的 这就是台湾人的做法 完全透明 与我们不同 拉马斯瓦米称在说 孩子发生严重车祸 筹到了一百万的善款 可是孩子想用这笔善款治疗的时候 却遭到基金会的拒绝 孩子的父亲刘先生告诉记者 这一百万的善款 就是社会一些好心人士捐给的儿子用于治疗的 看到我们家庭困难 然后就是说要给小孩子治疗康复 由大爱基金的慈善机构进行监管 记者问到基金会负责人 这个钱当时不是直接捐给基金会 而是捐给他们这个家庭 然后交给基金会监管的呀 基金会负责人对记者的提问表现得很不耐烦 就是基金会的钱 你捐给基金会就基金会的钱 他表示 这笔钱捐过来就属于基金会的 不属于任何外人 虽然当初好些人是捐赠 是为了给孩子治疗 但是基金会认为这是两码事 他们有权利不给孩子使用这笔善款 有网友说 这是明着抢了 这些慈善组织 就算利用苦难的人 骗取好心人的钱财 1月12日 美国会员制仓储市连锁超市 Costco 好市多 在华南地区的首家门店开业 吸引了大量人流 数万人排了几个小时的队 只为成为首批进店消费的顾客 据大陆媒体报道 1月12日上午9点 Costco 位于毗邻香港的科技中心城市 深圳的最新分店开门营业前 数万人在分店外排起了长队 该连锁店在中国已有5家分店 包括在金融中心上海 开业的第一天 凌晨4点就有市民开始排队 等着进商场 现场大排长龙 有人在行进时推挤跌倒 排队人龙还瘫痪了周边交通 商场内也是人潮拥挤 几近商场的顾客 抢货互不相让 现场还有维安人员在维持秩序 频频呵斥不要强 报道称 由于排队人数太多 商店不得不采取人流控制措施 每10分钟允许100人进入 据悉顾客队伍蜿蜒穿过停车场和人行道 人们等待三个多小时才能进入店内 随着房地产危机对经济的冲击和青年失业率创下新高 中国消费者变得越来越节衣缩食 从挥霍奢侈品转向囤积日常杂货 中国经济放缓助长了经济型购物热潮 肯德基和星巴克等全球品牌纷纷推出优惠活动 争夺钱包缩水的大陆中产阶级消费者 现在香港这个曾经世界上最富有的城市之一 也有大量居民涌向临近的内地城市 寻求更便宜的购物和娱乐 Costco的主要竞争对手 沃尔玛旗下的山姆会原点 Sams Club 已成为香港消费者的热门目的地 旅行社正在推出前往中国大陆商店的组团旅游产品 购物代理也在大量购买产品 然后在香港转售 Costco和沃尔玛在香港均没有分店 中共火箭残骸坠落砸毁民居 甚至砸伤砸死人事件事有发生 日前 网友视频显示广州龙溪 高空落下百余金不明金属 视频者称 天上突然掉下来一块一百多斤的金属 掉在我们4S店的仓库 隔壁那栋楼都被砸裂了 我们的车也爆了 不知道是什么残骸 幸好没砸到人 有网友说 别乱拍 小心告你泄露国家机密 也有网友说 像是火箭外壳 中共过去发射火箭 卫星时 就时常传出掉落残骸的问题 中国纪录片导演张赞波 在2009年的作品 《天降》 记录了湖南省绍阳市隋宁县的村民们 从1990年代以来 有十多次残骸掉落的事件 当地变成残骸落区 不仅造成当地农作物 房屋的毁坏 在1998年5月30日 更造成当地一名16岁少女的死亡 而该片遭中共当局刁难无法上映 影片遭到封杀 1月10日 一位藏族的网红雪山下的卓马 在直播时被粉红发现 使用苹果手机 卓马说 昨天直播的时候 有一个粉丝是这样说的 卓马你用苹果手机 我再也不支持你了 卓马发视频解释称 藏族人之所以喜欢使用苹果手机 是因为苹果输入法 自带藏文输入法使用 会更加方便 而且支持很多的藏文软件 视频发布后 一些网友们表示支持 但也遭到粉红炮轰 为什么不学汉语 不打汉字 非得用藏文 有网友说 专制是一种传染病 连人家用什么输入法都要管 真是病得不轻 也有网友说 只有脑残才管卓马 有本事去管高官和富二代官二代 哪个不用苹果 而在新疆 财神爷来了都得贷款回去 幽默的新疆大妈 也为这句诚实的评论 抱怨物价高被迫视频认罪 她在认罪视频中说 对不起 前段时间 我说新疆物价高 新疆的物价高 说财神爷来了 也得贷款回去 实际上新疆的物价一点都不高 我每个月拿三千块钱 我还花不完 这地方二十块钱 也能吃一碗面 还带菜 如果拌面也有菜有肉 也就吃饱了 三块钱也能喝一瓶矿泉水 六块钱还可以停车停一个小时 比老家便宜多了 有网友说 花不完三个字足够说明了 也有网友评论 不能唱衰经济 粪坑国经济一唱就衰 罗刹国 敢说真话灭了你 中华民国总统大选 中国大陆民众热切关注 尽管中共严控信息 但是大陆网络还是有很多人纷纷表达关注 也有很多大陆网友翻墙观看选情 纷纷祝贺新当选总统赖青的 1月13日 在大陆微博 很多网友分享海外直播图片 关注选情进展 在选举结果出炉后 很多网友纷纷祝福赖青的当选 支持赖青的祝福台湾人民文明必胜台湾 做出了正确的选择祝福台湾恭喜赖总 并说我们又赢了 还有网友说 大陆人民和台湾人民都如愿了 难得达成了双方民意一致 在大陆之乎网站 网友称赖青的当选是两岸人民都满意的结果 对于少数重复中共论调 要武统的人 众多网友发文讽刺 哈尔进做胡尔语 却想成头骂汉人 我们什么时候能有选票 选票是啥呀 他们居然有选票 还是普选 咱们敢公投吗 孔一己一边侃侃而谈国际大事 一边想着自己下顿吃点啥 多关心自己看不看得起病 买不买得起房子吧 在海外油管 很多大陆网友翻墙出来官选 并纷纷用简体字祝贺 山东人恭喜赖总统 上海人恭喜赖总统当选 台湾真是好样的 华人唯一的希望 骄傲 据法新社报道 中国人密切关注台湾选举 台湾选举是13日早上投票开始后 微博上最热门的话题之一 一度显示高达1.632亿的浏览量 随后 台湾选举台湾大选或台湾2024大选等标签 一度被屏蔽 当搜寻时 微博通知显示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 该话题内容位于显示 同时 美方不得以任何形式 介入台湾地区选举成为话题标签 之前 中共一再宣称 如果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青的当选 会引发两岸冲突 将使台湾离战争越来越近 有微博网友评价 中共除了欺压国内民众 对外都是虚张声势 并用中共惯用语句讽刺 让我们拭目以待